如果我们已知的路射光是晓得它的波长 例如像这个例题 路射光的波长是5000i 那它所含的能量是多少个电子伏特 首先 路射光波长5000i 因为如果按照爱因斯坦的光子论 E等于H乘以μ 可是μ这个是频率 按照光波的关系 波数等于波长乘上频率 频率我如果还是用μ 这时候μ等于什么 μ等于C除上lambda 所以我先把波长先算出来 我现在已知是波长 我要先算频率 所以波长lambda等于5000i i是10的-10次方公尺 所以5000乘以10的-10等于5乘以10的-7次方公尺 这个是5000i 所以波长有5乘以10的-7次方 所以频率 所以频率有多少 频率 μ等于光速3乘上10的8次方 除上波长5乘以10的-7 5乘10的-7次方公尺 这两个一除3除以5等于0.6乘以10的-7等于15次 所以等于6乘上10的14次方 这个是频率 这个是频率有这么多 所以频率是6乘以10的-14 首先6.63乘以6乘以6乘出来等于39.8乘上10的-34次加14次等于-24有这么多焦额 我如果要把它变成电子伏特 因为一个电子伏特是一个电子乘上1伏特 一个电子的电量是1.6乘以10的-19次方酷仑乘上1伏特 所以乘起来一个电子伏特的能量是1.6乘以10的-19次方焦额 所以我先要把焦额变电子伏特 我直接39.8乘上10的-20 我除上1.6乘以10的-19次方 这样除出来就可以把数字化成电子伏特了 所以先把39.8除上1.6 除出来等于24 4.9乘上10的-20次减掉-19次等于-1 所以等于2.49电子伏特 这样子可以直接算出2.49电子伏特出来 所以我们这个算法是先把波长先把它求出频率出来 再把频率带入乘上焦额 焦额再把它换成电子伏特 用这样透过几次转换可以算出电子伏特的能量出来 如果我知道波长我已知波长 而波长Lambda我们经常是用I做单位 因为能量等于什么 I等于HμHμHμ把H普朗克常数乘上频率乘起来就是能量 可是μ等于C除上Lambda 所以从这样的试试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我把E乘上Lambda乘起来就是H乘以C 可是H是什么 H是普朗克常数6.63乘以10的-34次方 这个单位是焦额乘以秒 而C是光速3乘以10的8次方公尺除以秒 我们把这两个数字乘起来 等于6.63乘以3 乘起来等于19.89 乘以10的-34次加8次等于-26次 有这么多秒跟秒约掉 所以这个是焦额乘上公尺 可是如果我今天能量 我如果用电子伏特 因为一个电子伏特 是1.6乘以10的-19次方焦额 所以我把焦额换成电子伏特 我用除的 把19.89乘上10的-26 我把它除上1.6乘以10的-19 这样除出来焦额 这样除出来焦额就可以变成电子伏特 所以焦额先换成电子伏特 我再乘上公尺 所以这样算出来 等于12.4乘以10的-26次 这个电子伏特 这个电子伏特乘以10的-10次方公尺 所以一个公尺就等于10的-10次方焦额 所以我刚刚如果1乘Lambda 我们把电子伏特乘上波长 这个乘起来等于1.24乘上10的-6次方 电子伏特乘公尺 我如果公尺我把它换成I 也就是1能量我用电子伏特 Nambda我如果用I 这样乘起来等于1.24乘以10的-6次方 电子伏特乘上公尺变成I 是10的-10次方I 所以这样乘出来就等于1.24乘以10的-6 变成1.24合起来变成乘以10的-4次方 电子伏特乘以I 所以如果我现在1我算出来用电子伏特的话 那1.24乘以10的-4次就是12400 除上Lambda这个用I做单位 所以我们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换算的公式 1等于12400直接处以波长Lambda 我们刚刚在算 我们刚刚如果波长Lambda等于5000I 透过刚刚才能量 透过刚刚的换算 1能量我如果等于 我套这个公式进去 12400 直接处上波长 可是这个波长单位用I 而现在是用5000I 所以直接我把12400 直接处上5000 那这个一处等于2.48电子伏特 我们刚刚算出来是2.49电子伏特 那是因为在计算的时候一点小小的误差 所以如果为了方便 那这个事实我们可以列作参考 也就是如果要算光子的能量 光子能量我只要小的波长 我用12400直接处上波长 我就可以直接换算成电子伏特了 这个是一个比较方便的计算